小港医院七位志工妈妈联合举办生活美学艺术展 他们将平时不起眼的素材借由巧手 转化成为艺术品 让一向给人冰冷印象的医院 瞬间变成充满温暖又有艺术氛围的地方 带您一块来看看 小港医院最近散发出浓浓的艺术气息 由张慧英老师与医院内七位志工 共同举办的绽放美学生活连展 志工们运用生活上随手可得的素材 激荡出美妙的图案 也让医院不再冷冰冰充满温暖的氛围 其实办这个张慧英老师的师生连展 这些学生都是我们医院里面的志工 那志工不但是心美 人美 心美 而且他们宣侠之余还从事这些创作 所以生活美学更美 收集一片片不起眼的树叶 张慧英老师拼凑出细腻生动的画作 他想借由艺术作品来鼓励病友 用创作疗愈心灵 我们用的素材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材料 所以会让人的心理更抒发心灵 男人可贵的是参与连展的志工妈妈们 是一边投入医院服务工作 一边创作 最后共同展出水准之高 不输给艺术家的作品 这些都是他们对生活体验所得出的灵感 每一个人今天他今天来这个医院当下 他一定身体是不舒服的 跟他看到不同的作品不同的展出 心情也会跟着美丽起来 绽放生活美学连展 节日起到10月12号 在小港医院艺朗展出 志工希望透过艺术品来暖化医院环境 也让病患能暂时忘掉病痛烦恼 用真面积极的态度来克服身体上的病痛 港多新闻张世民洪静怡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